要點公斤公斤 100 100點幾 因為那時候劇組是說 我突破100公斤把他開拍 醫生都很怕 他叫我去看好那個 什麼 看好位子 蛤 你這樣下去 他說你這樣下去 你把那個 螢幕塔看好 他是開玩笑的 他是開玩笑的 任仙親鋪曾未吸爆肺 體重破敗 身體亮紅燈 被醫生虧看塔威 有 乾杯 送了幾天說再見 期待他與再相會 57歲的亞洲天王任前期 今天宣布3月16號將前進北流開場 不過近期工作滿檔 在大陸忙著巡迴和電影宣傳 讓他身體狀況顯亮紅燈 其實我這兩天都沒什麼睡 我前面還在沈陽 然後就飛到了廣州 然後進了香港之後 現在飛回來 哇 我每天都是在 車上 飛機上睡覺 但我演唱會有些時候 唱很多場之後 好像 我在哪裡先 問過大家的時候 我都先想一下 喔 台北的朋友大家好 有紅色的目色嗎 健康健康 我最近其實都還蠻好的 我最慘的時候就是 我吃很胖的那個 拍跑馬的時候 沒有一樣及格的 100 年級 因為那時候 劇組是說 我突破100公斤 我們開拍 吃完 他發現吃胖 原來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醫生都很怕 他叫我去看好那個 什麼 看好位子 他說你這樣下去 你想把那個 鼻舞台看好 他是開玩笑的 他是開玩笑的 像我的營養師 把我的狀況 回報去給他 美國大學的 那個指導教授 他說這個人要自殺嗎 有一場在新加坡的演唱規 是我吃到最胖的時候 我把衣服全部重新買過 我那時候 我是48號的尺寸 我那時候買到54號 然後一上台唱完一首歌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因為我還有鬍子 我還有鬍子 跟那個頭髮是長的 然後我說 大家好我是任賢治 然後全部人 歐歐歐歐歐歐 第一次我演唱會是這樣 他們以為是 所以那個時候演唱會 我自己也很尷尬 哇 我自己有 唱兩首我就喘得要死 我記得酒孔很想去環球影城 我就跟他去環球影城 我想說他被認出來很尷尬 就會發現 完全沒有人理我 甚至有人認出酒孔還拿手機給我 本來想說現在這個樣子不好意思 不要不要 其實他要我拿手機幫他跟酒孔賣照 我其實齁 我這次巡迴演唱會 我沒有請很多嘉賓 因為我的歌唱不晚了 嘉賓一來 我又要分掉一點時間 所以我有點頭痛 我要不要找一些我以前沒合作過的 來合作看看 希望有一些新的刺激和火花